那我就是今天標題所說的 偷肥族 是喔 對 因為我之前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入學就是每年都一定會有健康檢查 對 那大學的時候 只要健康檢查異常 學校就會要求你 一定要參加那種健康講座 對 那我那時候都是被要求 去參加那種 對 我是本身就是膽固醇過高 然後那時候的話就是 我到了現場之後才發現說 我真的是一個假瘦子 就是因為現場大家 其實都是比較偏胖的 就只有我一個人很瘦 所以我都會躲在那個最後 講座的最後一排 就是覺得很害羞 覺得自己怎麼這麼瘦 然後膽固醇還這麼高這樣子 所以別人看妳來幹嘛對不對 對 就很尷尬 然後我現在還是有定期做一些 就是自費的健康檢查 所以妳是家族性的高對不對 沒有耶 就我自己就滿高的 一般這種都是遺傳高的 可是家裡的人 都沒有像我這麼高 連我爸爸媽媽都是比我還低的 妳最高到多高 我沒有計數值耶 就是都是紅字 那妳會不會有射嗎 沒有 都不知道數字 數字很高 200多多少 沒有啦 一般 都200 好像200 一般我們最主要是看低密度 膽固醇跟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大於200嘛 低密度膽固醇大於130嘛 那你總膽 有的人就會去看 總膽固醇大於200 不過因為比較沒有意義 是因為加上好的高密度膽固醇 有的人會超標啦 對 所以比較大 重要的是低密度 跟三酸甘油脂 是 那代表的運動 那我沒關係耶 妳是好的嗎 我是好的 去年去健康檢查的時候 就是也是到了那個身高 體重 體脂那一關的時候 站上去之後 然後那個醫師人員就說 你先下來一下 他說機器怪怪的 然後後來又叫我站上去 我站上去他就說 我剛剛以為機器壞掉 他就說你的 就是你的那個體脂肪也太高了吧 你體脂肪 體脂肪有32 你這樣32啊 天啊 可是他才真的很瘦耶 你看 然後就說你應該是因為 都沒有運動 我的肌肉量太... 就是健康太低了 其實有可能這麼外型32 有可能啦 其實因為現在他穿的衣服 其實很能夠修飾 你懂嗎 他因為像他這種四肢的 其實應該脂肪不多 他體脂肪那麼高 真的是在內臟脂肪的比例會很高 然後後來就是 他就說 叫我要加強重訓這一塊 就是如果你肌肉量起來的話 你的脂肪量就會降低 就代謝掉 對 但是他就說 如果我持續不運動的話 可能到中年會發福得很嚴重 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結束之後 營養師也有就是推薦我 就是使用他們一些 就是降體脂的一些營養食品 大概花了快兩千五 然後吃了三個月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我後來就是自己搭配就是飲食 我就是少吃一些雞皮類的 就是皮 就是動物的皮 還有豬腳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吃的少 我今年健康檢查已經 降到差不多二十五了 二十五 好厲害喔 好奇耶 對 好棒耶 就是剛才提到的就是說我們的 為什麼要訂那個 九十公分 八十公分 主要就是說你是胖在這個地方的話 跟我們內臟直接有相關 那你說為什麼要訂個數值出來 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不承認 他明明就是胖 像我們整個常常遇到 我想說你這是肥胖 他說沒有 我是骨架重 骨架重 我說你還是要量一下肚子 你明明就是超過九十公分嘛 那這樣我們算中廣型肥胖的人 他的內臟脂肪也會堆積 我們剛才說會堆積在心臟 堆積在肝臟 那我現在提的就是會堆積在 胰臟 胰臟也是有脂肪 它也是一樣脂肪堆積在那邊 那造成一些健康問題 就是說我們脂肪肝的話 就是肝臟可能會發炎 可是你發炎起來 其實坦白說也沒什麼症狀 可是胰臟如果發炎的時候就很痛 那一樣我們脂肪肝的話會得肝癌 脂肪癮也會得胰臟癌 那而且之外的話 它還會容易造成糖尿病 就脂肪 我們的胰臟都是脂肪的時候 它胰島出分病會下降 比較容易有糖尿病 那我真的舉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門診的時候 就有遇到一個中年的男性 他是那個新陳代謝科轉診過來 他在那邊是檢查室 有一些初期的糖尿病 血糖有點高 然後他都是用藥物 可以控制得還不錯 就口服的藥物去控制他的血糖 然後他轉診過來是說 那個醫師覺得說 他這個飲食習慣一定不是很好 希望我們胃腸科一邊來 一邊一起嚇嚇他 叫他好好改善他的生活習慣 後來我們幫他做超音波檢查 發現他真的是有一個 就他的身材其實沒有真的很胖 他就肚子有點大 超音波做起來就是 脂肪肝就比想像中的嚴重很多 而且我們發現他胰臟造起來 也是非常顏色 就是他非常我們叫高回音 就是整個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要小心喔 你這個不只有脂肪肝 然後而且你有脂肪移 脂肪也有脂肪 那這個將來 糖尿病會變得很難控制 然後他就說 聽一聽說好啊 好 我說你有什麼飲食習慣 要改掉 他說他是一個 美食專家 平常喜歡喝紅酒 理由他喜歡吃甜點 他說我可以改的 大概就是酒喝少一點 那後來的話 他是就在定期最終 有一天他就是 突然的急性腹痛 急性的胰臟炎住院 住院之後我們發現 是膽結石引起的胰臟發炎 然後住院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整個胰臟發炎就改善了 事實上大部分像這種 急性的胰臟炎 有時候一週 我們三天不要吃東西 一週左右其實就改善了 可是他有個問題出現 就是說他住院中發現 他 他本來是口服的降血糖藥 變成要打胰島素 就一定是他三餐打胰島素 每次吃東西之前 就要打胰島素 不然他降不下來 然後我們他後來 就是又多拖了一個禮拜 想要出院 結果他出院的時候 他發現又開始發燒 後來幫他再做一次 電腦斷層發現說 他 整個胰臟 他急性胰臟炎之後 他整個壞死 胰臟壞死 後來隔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旁邊產生一些農泡 農芽出來 化農起來 化農 尤其他血糖這麼高 他的那個化農 就變得很難控制 後來就開始用抗生素治療 治療也是一個多禮拜 怎麼樣燒都不退 後來就插那個引流管 在他的胰臟那邊插引流管 把那些農泡 農汁引流出來 幾百CC之後 他燒才慢慢退下來 所以這胰臟發炎是慢慢是改善了 可是他那個血糖就回不來了 就變成之後都要用胰島素 來控制他的血糖 第二項我們看一下 好 透支牙齒健康要注意 首先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刷牙的時候會不會流血 然後再來有沒有口臭 以及牙齒有沒有搖動 再來就是牙癮萎縮 這個就是牙周病 對 沒錯 瓜哥講很對 這就是牙周病 那什麼叫牙周病呢 顧名思義就是牙齒周圍在生病 那跟蛀牙不一樣 蛀牙是牙齒本身 它可能有一些就是注動 但牙周病是牙齒本身是好的 但周圍可能就是骨頭流失了 牙齦萎縮了 牙齒就可能開始動搖 甚至可能就掉下來 這叫牙周病 那像剛剛說的這四個呢 就是我們常見的一些 臨床上面的表徵 我們就在一開始就可以 在提醒我們自己 應該要去求證 嚴重的一個牙周病呢 它就不會只是只有跟牙齒有關係 甚至像剛剛說到的 心臟也是有關係 甚至 那如果說是有牙周疾病的一個 懷孕的婦女的話 那她生出早產兒 而且體重過輕的一個機會 有一次 一般婦女的七倍之多 七倍之多 對 所以我們就很建議說 如果說今天有準備要懷孕 生小孩的話 應該在生產之前 就應該要好好把口腔健康 照護回來 其實我們知道說一般都是 每半年要去洗一次牙嘛 對不對 那其實健保署呢 我們現在就是每三個月 針對懷孕的婦女 是可以洗一次牙齒的 那我自己臨床上面呢 就最近剛好有一個案例 就是說一個患者 他大概六十歲的一個男生 那他就跑過來跟我說 醫生 我刷牙刷一刷 我不是只有流血 我刷一刷 所以他吐口水吐完 就是兩顆牙齒在那水槽裡 非常的驚悚這樣子 那來檢查一下 原來說他那個牙周病 真是太嚴重 嚴重到說兩個牙齒 周圍都沒有任何的骨頭 問了患者他說 其實他二十年前 醫生就有跟他說 他有牙周病了 可是他就是因為 很害怕看牙齒 然後又逃避 又不想去面對他 那導致說過了二十年後 他自己刷到自己牙齒掉下來 這個只好來看牙醫這樣子 可是這個時候來看牙齒 來看牙醫 其實牙醫師能做的事情 也非常的有限了 因為透支光光他的骨頭 光是重建這邊的齒槽骨 或者是後續想要做質牙 其實難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高 那花個兩三年時間 才有一點機會 幫他重新恢復咬合功能 所以我們其實很希望說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牙齒刷乾淨 牙線一定要會使用 然後定期找牙醫診所 做洗牙跟口腔檢查 就可以避免掉 後續這些很麻煩 很麻煩的一些問題 我沒有亞洲病 不要這樣take我 但是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 非常喜歡看牙齒 因為我 因為鏡頭前面 其實大家一直被大家笑說 就是 我小時候就是 我們家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特別凸 然後開始有的電視的曝光 才發現說其實很不美觀 太好 就是我的牙齒很小顆 可是我的牙齦就是比較多 那是我們家遺傳就是這樣子 妳後來有去做矯正嗎 後來有 我還做 就是我做了水雷射 就是把牙齦雷射掉這樣子 那前天後後 我大概做了三次左右 為什麼要去雷射 因為不然我的牙根露不出來 就沒辦法把牙齒做大 然後一笑就會 牙齦就是在外面 那時候我覺得照片 是已經比較被修飾過了 因為我們都有美肌 可是你從側面看 那我的牙齦跟我的嘴唇 其實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牙齦應該在裡面 對 所以我都一直被人家笑 說我牙齦飛出來這樣 所以我前天想 對 我從小之後 就是一直在找一個 適合我的牙醫 然後現在我這個牙醫 他就是幫我做了全口的 說你不能只弄這個而已 因為你小時候 因為我想要撞斷牙齒 所以我 然後那個醫生 以前的醫生 他就只有幫我換了 就是牙齒 然後可能就做比較小 然後排列比較漂亮 可是我的牙根沒有露出來 所以後來我的現在醫生 他說不行 你一定要做影視美 然後你要把你整個 骨骼全部都矯正好 所以我前前後後 我的治療計畫 預計會花到 大概 八十八萬左右 但還沒有 是一台國產車 時間要多差 然後你八十八萬 就是看你 比如說你帶的 請不請啊 對 請不請啊 有沒有認真帶這樣子 對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 因為我現在還沒到那個程度 我慢慢付 現在大概三十幾萬 那因為我本身就有缺牙 所以搞不好 其實把它填起來 我就不用再做枝牙 因為枝牙其實更貴 這時間要十幾萬 然後好貴 而且我也不知道 植牙到底就是對 就是其他的神經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對這種的知識 又不是那麼足 就醫生說什麼 你就是做什麼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對啊 醫生 牙可以先吃 對 我們都是聽他們講 那我現在做的這個部分 現在就只有影視美 然後做了四年 大概快四年 對 然後現在把它推進去 所以我的側面 已經比以前就是好很多 以前就是我的 我的嘴唇應該是在 我的鼻子外面 外面 對 然後現在是已經進去一點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好啦 以前就是花的 花的利益 是有意義的 對 而且牙齒健康 是代表你以後的健康 那不然你會更慘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跟什麼懷孕啊 有關係 這些都有關係的 好可怕 如果經過這些矯正完之後 對懷孕是有幫助的嗎 應該說矯正完牙齒 我們除了美觀變漂亮之外 健康 很大的好處就是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 有些人當然是因為 可能不好看 有些人是牙齒太亂 那或者像日本一些 虎牙妹的話 牙齒清潔都很不容易 越不容易清潔 你就越容易蛀牙 越容易有牙周疾病 越容易其他的問題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問一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